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持續鎖定 上午9點整點新聞 我是楊倩文 首先帶您關心 台中發生了一起槍擊案 一名25歲的男子 昨天晚間9點多 疑似在國道1號 跟其他車輛發生了 行車糾紛 遭到對方開槍 導致他的左手腕 被子彈擊中 緊急將車輛開下 大雅交流道 報警求救 一台黑色轎車 就停在路邊 那男駕駛下車時 是一直抓著自己的左手 因為手上是中彈了 被對方開槍掃射到 那據了解 槍擊案發地點 就在國道1號上 豐原往大雅南下方向 那疑似是因為 兩車的行車糾紛 其中一方不滿 開槍打中悲害人的左手 那這個悲害人 當時是載著一個女性友人 他們下交流道之後 把車停在大雅區的路邊求救 同時請這個同車的女子 幫忙報警 以及叫救護車 這個男生就是下來的時候 流著血汙著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在這邊 然後副駕駛說 就不知道是他女朋友 然後就開始就一直打電話 然後陸續就聽到警車 跟那個救護車的聲音 就大概就是這樣 那據了解呢 這名傷者是送到澄清醫院 目前呢 人的意識是清醒的 沒有生命危險 那根據消防局貨報的時間呢 是在晚上大約9點多左右 那目前得知這一名重彈的男子呢 他是25歲 是不是在路上與人結仇 還需要等到國道警察調查 釐清才能夠確定 那根據現場的轎車呢 這個副駕駛座的玻璃 可以清楚看到是裂成蜘蛛網狀 那在靠近門奉邊這邊呢 是有一顆彈孔的 座位上呢 則是有沾滿血跡的衛生紙 所幸呢 人只有左手受傷 沒有打中要害 再來看到是南鐵東夷最後的聚差 護黃春香家 周六晚間怪手要動工了 聲援學生又跟警方爆發衝突 造成員警手肘擦傷掛彩 南鐵東夷最後一戶黃春香家呢 在21日晚間呢 聲援的群眾原本是舉辦音樂會 結果呢 看到怪手動工聲援的學生 非常的激烈 把棉被呢 鋪在了鐵絲網上 想要翻過圍籬 結果呢跟圓警爆發了一波的拉扯衝突 來看看當時的情況 在整個過程中呢 圓警還有舉牌 因為呢 這一些學生呢 他們違反了集會遊行法 最後一戶呢 這個黃春香的家準備要拆除 其實呢鐵工局已經將黃家的窗戶給封死 圓警就在這過程中呢 因此掛彩手肘擦措傷 而台南市警察局長方養 您得知呢 已經下例集結警力要坐鎮指揮 因為就怕又發生了20號的激烈場面 抗議學生搶警方的盾牌 高雄市有一名男子騎機車闖紅燈 被警方發現 圓警要他停車受檢 他卻一路逆向闖紅燈 甚至還衝撞圓警 向警方來丟直安全帽 遭到呢 圓警強行壓制 但他卻辨稱 說是因為駕照 吊銷 怕被開單 才會落跑 男子騎機車闖紅燈 警方明暗喇叭 要他停車他不停 沿途闖紅燈 還來個緊急大迴轉 危險行徑讓人冷汗直冒 沒想到就是拒檢 他還衝撞警車 原警當場火冒三丈 因為他闖紅燈逆向 衝撞警車之外 還向警方丟直安全帽 只因為駕照被吊銷 怕被警方開單 該名男子聲稱 因其駕照 日前遭到吊銷 因此心生畏懼 男性遭警方告發 因此才會拒絕 接受盤查 進而逃逸 20號晚上9點多 遠景巡邏時 發現39歲的他 騎機車經過 鳳山區國泰路一斷時 突然闖紅燈 警方示意他停車受檢 他卻一路逆向 被逮後還不斷反抗 警方以優勢警力 將他壓制逮捕 現在闖紅燈 五照駕駛全得一一開罰 也被依妨礙公務 公共危險罪嫌送辦 TVBS新聞 徐晉鴻 高雄報導 還有中原普渡 卻發生了意外 新北市有一間公廟 因為搭起來的這個棚架 玉石沒有拆除 結果被貨車給撞垮 路旁十多輛機車 也慘遭波及 連線預科 畫面是看到一輛貨車停在路中央 其實不是故意擋路 而是真的過不去 整個棚架被撞垮 卡在貨車上面 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 只能有工作人員 趕快把鐵架拆一拆 鄰居還以為是放鞭炮 而棚架這一垮 路邊兩旁好幾輛機車都遭殃 新北市三重區富福街的財神宮 搭棚架舉辦中原普渡大會 但本來只申請到昨天下午5點 廟方卻遲遲沒有拆除 結果今天凌晨1點多 就被貨車撞毀了 超市的部分 警方依法開罰1200到2400元的罰還 至於貨車丘新駕駛 沒有酒駕 他向远景共稱 是沒有注意到高度 因此後續賠償問題 還得等調查完畢 再來討論 以上是掌握消息 真的是驚險一瞬間 地點在苗栗銅螺交流道 扎道管控的紅燈這邊 有一輛休旅車 停在保時捷的後面 從這後照鏡 他看到有一台托板車 直衝而來 休旅車防禦駕駛 緊急的往左開 而這托板車確實殺不住 往後右偏呢 衝到了保時捷的旁邊 差20公分的距離 閃過了一截 休旅車開上高速公路 前方一輛藍色保時捷跑車 招道口一控管制紅燈停下來 但是後方的鏡頭看到 托板車一直往前衝 托板車緊急右閃超越行車記錄器 這輛休旅車硬是擠到保時捷的旁邊 目測大約只有20公分的距離 這時綠燈亮了 保時捷跟前方的車輛 以及拍下過程的休旅車 三車依序開上高速公路 看看當時拍下驚險畫面的休旅車 遭到停紅燈 發現托板車衝過來 趕緊往左閃防禦駕駛 只躲過一劫 會入高速公路 遠遠看到托板車也沒事 跟著繼續往前開 實在太驚險 時放在20號傍晚5點多 中山高銅鑼交流道是下坡路段 現場留下輪胎痕跡 水泥護欄還有刮痕 托板車差點亮成大禍 但是沒有財務損失 無人受傷 沒有報案不算肇事逃逸 這個為了防止撞到前車 而做偏向的動作 這個不是防禦駕駛 這個是違反的大陸交通安全規則裡面的 要保持安全的距離 隨時可以做停煞的動作 畫面中的藍色保時捷 是718系列 新車價400多萬 中國車行表示 保時捷維修費用不低 側撞數十萬 追撞的話 因為引擎在車尾會更貴 大概基本的三四十萬錢 那如果說正後面撞呢 那引擎在後面 很大條 很大條 要不要上百萬 如果後面 應該要 修理車司機防禦駕駛躲過一劫 拖板車司機 未保持安全距離 又是重車太危險 差點像保齡球一樣 碰碰碰連環撞 這一閃 價值很高 估計閃過了百萬以上的賠償 TBS新聞謝鬼金無數平 苗栗報導 中原季登場 讓昨天的基隆像是不葉城 不只在海邊放水燈 市區的花車遊行陣容也是十分龐大 交給育科 後面是看到一群人合力抬著超大型水燈 場面非常壯觀 基隆八斗子望海向海賓 上演中原節重頭戲 在道長的送金帶領下順利放出水燈 衛觀群眾也一起吶喊 水燈陸續越放越多 隨著風勢助長 海面上頓時一片燈火通明 還有煙火來助陣 把氣氛炒到最高點 也是祈求接下來的日子運勢會更好 除了海邊市區花車遊行也是非常熱鬧 每一輛都裝飾得很特別 雖然今年因為疫情沒有邀請任何的表演隊伍 但還是吸引大批民眾到場為觀 以上掌握消息 而今天是農曆的7月15中原節這一天 不少人都要普渡拜拜 上午賣場掃貨人潮跟買氣如何呢 連線記者洪俊瑋 主播今天中原節在賣場一早 其實就不少民眾來到這邊做財買 而在現場我們看到的是工作人員正在忙著補貨 從他們補的商品就能大概知道今年什麼賣最好 在現場其實可以看到工作人員拿著這個餅乾要忙著上架 因為中原節大家普度最喜歡買的就是零食餅乾糖果這一類的乾貨 而另外其實在今天早上在這一些民眾他們來採買 在這個商品的選購上面有很多都是乾貨的部分 像是泡麵或是白米等等 在今天也都在現場在忙著要來補貨 這個就是大家喜歡吃的餅乾 後頭還有這一種上面都寫了平安 或是有的特殊字樣的一個 中原節限定的一個泡麵 今天都是大家蠻熱燒的項目 而除了這些之外其實乾貨的部分 還有餅乾零食 然後泡麵以及罐頭 也都是很多民眾在拜拜必備的 所以今天其實一早就有蠻多民眾 是來到了這個賣場來做選購 不過中原節在今天7月15號很多人要拜拜的狀況之下 賣場也是特地增加了備貨量 希望能夠再應付今天整天來採買的人潮 高雄一名男子買鹽酥雞的時候口罩沒有戴好 還拒絕掃QR Code 店家勸導也不配合 男子甚至辱罵恐嚇要砸店 嚇得業者是趕快報警 連線紀元 好的主播畫面上看到一名黑衣男子 他牽著他的小孩子來到這一間鹽酥雞店 但是他的口罩沒有戴好 掛在下巴那邊還一邊講話 那麼這個業者就說這樣子不行了 因為這個店家這裡一定要掃QR Code 跟把口罩戴好 但是男子不開心 他準備要帶著他的小孩離開 但是嘴巴卻碎碎念的 甚至還跟店家互嗆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情形 那麼這就是發生在高雄前鎮區的一間鹽酥雞店 那麼這間鹽酥雞店 事後因為這名男子 他不但辱罵之外 還恐嚇店家要砸店等等 讓這個老闆非常的害怕 所以跟這個前鎮分局的轄區派出所報案 那麼警方受理案件之後 並調閱店家的監視器 發現這名男子他開著他的車子 而且就住在附近 所以巡線找到這名黃姓男子 警方是認為不要因為一時的衝動 講了幾句不好聽的話 只因為沒戴口罩 而這名黑衣男子就被警方依恐嚇 以及公然侮辱罪嫌 移送地檢署整辦 另外因為他沒有戴口罩的部分 所以也會依法請衛生局來採罰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來自高雄的 詳細情形主播 疫情之下戴口罩成了生活日常 不過中國大陸最新調查卻發現 如果天氣太熱的話 民眾佩戴口罩的意願就會大幅降低 變成了防疫漏洞 而皮膚科醫師也分析 長時間戴口罩的確會造成 皮膚疾病跟不適感 因此保持清潔 正確的消暑非常的重要 明明已經入秋 天氣卻依然高溫難耐 即便撐著陽傘 毒辣的太陽一樣無情貫穿 而正值防疫期間 每天戴著口罩 更讓皮膚濕熱難耐 因為我們知道戴口罩會出油出水 那皮膚的溫度升高的時候容易阻塞毛孔 所以說我們最常見第一個就是 毛囊炎青春痘的形成 第二個會造成皮膚過敏 我們常見還有一個就是過敏接觸性的皮膚炎 那第三個人可以造成皮膚產生熱潮紅的現象 有酒潮的現象會形成 口罩這個現 常見戴在耳朵上會有張力壓力的現象 也造成耳朵會有撕裂疼痛的現象 天氣越熱戴口罩的不適感也會更加嚴重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週報 就發表了一篇最新研究 調查去年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的疫情 發現暴露在高溫天氣中 持續佩戴口罩的可能性下降58% 乘坐大眾運輸的可能性下降41% 呼吸短促 悶熱和出汗所產生的不適感 是降低民眾戴口罩意願的主因 最理想的狀況之下是戴冷氣房 可是現實上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那沒辦法做到的話 如果說你可以在空曠的地方 可以用手把口罩稍微拔開一點點 透氣一下 然後有毛巾 有手帕的話稍微拆一下汗 那如果說本身的皮膚的出汗量非常大 口罩已經失掉 那記得多戴幾個口罩 失掉的口罩基本上不透氣會更糟糕 高溫熱浪會降低民眾遵守防疫規定的意願 但畢竟忍耐氣溫只是一時 脫口罩形成的防疫漏洞 卻有公共衛生的疑慮 如何在天氣與防疫間取得平衡 是現代生活的重要課題 像我們記者在外面跑新聞 其實天氣常常非常熱 動不動就全身汗流夾背 因此做好因應高溫的準備就非常重要 像是以我個人來講 我隨身攜帶的包包 裡面就有非常多的備用口罩 只要一流汗就可以馬上換一片 另外也有乾淨的衣服 除了可以換穿之外 當然下班的時候也可以穿去運動 再來我自己還會特別準備一個肺質膏 可以讓你的身體保持乾爽 最後就是太陽眼鏡 就算太陽再大也不用怕 防疫也要防高溫 觀眾朋友也可以研究自己的消暑解方 當然長時間配戴口罩 清潔衛生也很重要 醫師提醒隨時保持清爽 並且適度保養 也能緩解戴口罩的不適 假使口罩有機會拿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到廁所去的時候 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用清水冷水把它洗一洗 洗完之後一定要擦乾 再戴口罩 這樣可以減少點的油脂 及水分的一個分泌 耳腺這個口罩的腺 拉到我們的耳朵會痛會裂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可以擦點凡士林 或一些乳液做個保養 疫情目前人看不到盡頭 但全球暖化造成的高溫 已經是無法迴避的天候常態 專家提醒要釜底抽薪 終究得從公共政策著手 我們可能更多容納一些有遮蔭的地方 在一些公共場所的地方 有更多遮蔭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減少整個都市的熱島效應 盡量要有一些透水性的這些材質 然後在整個一個大環境上面 比如說都市的綠化 藍道綠色藍道 還有這個我們去歐洲常常會看到 他們有很多這種噴水 所以有一些水 他也能夠來降溫 這個城市來降溫 隨著天氣轉涼 戴口罩的不適也會慢慢緩解 疫情隨時可能再度爆發 不論陰晴冷暖 防疫心態不能有絲毫鬆懈 TVBS新聞徐昆山顧尚君 台北報導 帶給您國際上的最新消息 聚焦阿富汗 目前局勢看起來是十分的動盪 由反塔利班的組織宣稱 已經成功奪回了三個地區 也是塔利班在奪取阿富汗政權之後 首次有組織宣布從塔利班手中奪回土地 一面中看到的是反塔利班的戰士 正在精神喊話 要村民們不要對塔利班來屈服 而根據路透社的最新報導 有民兵組織拍影片宣稱 從塔利班的手中收復北部巴格蘭省三處區域 不過塔利班並沒有證實這一項消息 也強調正在討論組建正式的政府 而在阿富汗首都克布爾 現在各國的撤離行動還在持續進行 美國證實已經從克布爾撤離了一萬七千多人 其中包括了兩千五百名的美國人 另外有官員透露 受到了伊斯蘭的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的威脅 美國方面被迫改用新策略來撤離民眾 對此國防部的發言人不願證實 這就是擁有大規模的大規模 是要來台北市的人或是有特局的敵艦 還是困難負力架 好萊塢的女星安杰莉拉求利打破出到将近40年 从来没有使用社群网站的惯例 首度开设了一个IG的账号 公开一封来自阿富汗少女的信件 痛心的表示 这是一场几乎无法理解的失败 出到近40年 从未使用社群网站的好莱坞女星安杰莉拉求利 首度开设IG账号全为了替阿富汗发声 在刑卡IG账号贴出第一篇文 安杰莉拉求利表示 这是一封来自阿富汗少女所寄来的信 目前阿富汗人民失去了在社群网站上交流 自由表达的能力 所以他来IG分享他们的故事 以及世界各地为了基本人权而战的人的声音 可以看到信中 阿富汗少女诉说 在塔利班来之前 他们能够自由捍卫权力 但是当塔利班来了之后 他们都很害怕 认为所有的梦想都毁灭了 安杰莉拉求利也透露 当年911事件发生前 曾在阿富汗边境遇到逃离塔利班的难民 如今相隔20年 看到阿富汗人再次因恐惧和不确定性而流离失所 不仅说出重话真是令人作呕 痛心表示花了这么多时间 金钱流血且牺牲生命 却换来这样的结果 这是一场几乎无法理解的失败 破文短短7小时 就吸引超过330万人追踪关注 人在韩国的阿富汗英女摩维达也登上南海广播节目 向大众述说阿富汗现况 她表示自己的阿姨们与表兄弟姐妹都还留在阿富汗 在塔利班发起军事行动后 根本无法踏出家门一步 连明天的晚餐在哪都没有着落 维达认为塔利班掌权恐怕会让阿富汗人民 重返2001年以前的恐怖经验 日前搭上美军运输机逃离的 阿富汗流行天后萨伊德 突然透过IG报平安 表示历经四天筋疲力竭旅途已经平安降落 更向外界呼吁不要忘记阿富汗 民人们都透过自己的影响力 希望能帮助阿富汗 TV新闻家汉章仙也透露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